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主日学 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给我们在清晨的时候 主日七日的第一日 主啊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爬起来 主啊在网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 主啊打开你的话语 查考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 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耳朵 不单只是听到 主啊我们也能够照你的话语去行 主啊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早上的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就是继续看使徒行传 那今天我们是看第十五章 那今天的题目呢 是接纳别人 我们知道我们使徒行传呢 是看到这个福音 在开始的时候 是使徒们都有听到 这个耶稣的福音 可是呢在耶稣升天之后呢 耶稣就给他们有一个吩咐 说你们要去加利利等候圣灵 后来他们就在五旬节 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五十天 就有了圣灵 圣灵就降临 那圣灵降临呢 属徒们就被圣灵充满 很多的他们就使用行神机 传耶稣的福音 也很多人信主 在开始的时候呢 就在耶路撒冷里面 就在他们当地的地区里面 当地的地区里面呢 可是呢受到很多人的逼迫 就是不赞成 可以说是他们犹太教里面的 很多的人不赞成 甚至要杀死 杀他们 可以说是谋杀了 是有计划的 有计划性的去抓他们 去杀他们 在这个当中呢 就很多的信徒呢 就到处跑了 可是他们到处跑的时候 他们不单只是 有谋生有安全 他们也是带了心里面的喜乐 将这个福音呢 也是传出去 去了很多地方 在当中呢 我们看到这个福音 传到外邦人呢 外邦人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 有一些是有混犹太人的血统 就是祖宗吧 我们就这样说 祖宗有联婚这样 有血统 有些呢是根本就是外邦人的 就是说跟犹太人 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 就讲到说 犹太人呢 对外邦人 不管你是有血统上面 沾到一点边的 还是没沾到边的 都是非常的排斥他们的 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看外邦人呢 是像狗一样 就是很低 很低的位置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 犹太人觉得他们呢 就是自己蛮骄傲的 就是我们是选民 你们不是神的选民 你们都是乱搞的 看他们很低 所以当这个福音传出去外面呢 传到外邦人的时候呢 虽然圣灵也是降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呢 犹太人呢 不能够接受 也是继续的逼迫 那在当中的逼迫呢 就出了一个我们比较认识的 就是一个扫罗 后来我们叫做保罗的这个使徒 那我们也看到呢 那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呢 使徒们呢 对这个传福音到外邦呢 他们也是心里呢 可以说是不是抓得很准 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可是呢 像彼得 像两个礼拜 我们就看到 神就特别给彼得 有一个意向 就是神所创造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说是不洁净呢 这个他就给他了一个提示 心里面一个提示说 可以将这个福音放胆的 传出去给外邦人 那现在使徒们 心里面这个障碍去掉了 可是有一些犹太人呢 心里这个障碍呢 没有去掉的 还是有保留的 他们保留的是有一些圣经的根据的 不是说完完全全自己乱盖的 有一些圣经的根据的 今天我们就要看到 他们呢 就是这些保留 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呢 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些 可以说跟外邦人 不同的习惯的事情 所以在教会里面呢 就是说在开始的教会里面呢 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一次 开的蛮大的同工会啊 可以说是会议 耶路撒冷的会议 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呢 就是在安提亚教会 圣经第一次提到 用这个两个字 教会的字呢 就是提到安提亚 所谓安提亚教会呢 就发生了里面就是有一些人 不是很多的人 有一些犹太人不能够接受 就是说 这个我们还是要请示上面 看看怎么样 上面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 那今天呢 这个就是我们会讨论到 这个接纳外邦人 不接纳外邦人彻底的 我们知道使徒已经接纳了 因为使徒原本心里面 也是有个疙瘩吧 不知道怎么样 可是使徒们当他们传福音 给这些外邦人 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 接纳了耶稣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使徒们无可否认的知道 这个福音也是要传给外邦人的 这个是原本神的心意来的 那我们也是照样念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也是轮流的 今天的经文好像是六页还是七页 三十五节 有几个人从优派下来 教终记者们说 因为罗布兰摩西的归巧授割理 不能得救 保罗巴纳巴 与他们大大的分声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 教保罗巴纳巴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 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维尼基 上巴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都胜穿行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 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说 同他们所行的一些事 唯有几个使徒 是巴黎塞尔教文的人 起来说 必须对外邦人行这里 奔赴他们遵守摩西的旅程 谢谢 第二六节到十一节 祇徒和长老去对上一节 天人已定多了 得救起来 作为医生 你们知道神 假如在你们中间 这伤人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 而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是圣灵给他们 终于给我们一样 有这个心 决尽了他们的心 应该能奔我们 现在为什么是 叛神 要把我们去 充足我们不能够的恶 放在 门徒的 井上上呢 我们得救 那些 与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好 谢谢 众人的目 虽然听巴拿巴和保罗 书放生 借他们在外邦人中 所写的神迹起誓 他们诸有声 要跟着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刚才西门书说 实际上是怎样 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全局百姓 跪于西门下 终心迹的话 也与这一丝相合 正如经常所写的 其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 让他的帐目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 建立起来 叫生余的人 就是凡称为 我们家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个是从创始里来 显明这事的主书 好 第十九到二十二 所以据我的一点 不可能为那 归附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吹附他们 进一届偶像的 误会和天余 并乐死的生处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 在赫城有人传讲 每分安息日 在灰堂里 送入 那时使徒和长老 并全教会 定义 从他们跟进 据据人 猜他们和保罗 巴拿巴 同我 安提阿去 所据据的就是 讲乎巴沙巴的 幽大和希拉 这两个人的 弟兄中 是座首领 好 23到29节 于是写信 交付他们 内宗说 使徒和座长老的 弟兄们 问我 安提拉 叙利亚 基利家 外邦 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人 从我们这里出去 用言语 搅扰你们 破乱你们的心 用古诀说 你们必须受割离 受摩西的律法 其实我们并没有 跟付他们 所以 我们同心定义 拣选几个人 猜他们同伙们 所亲爱的巴达巴和保罗 往你们那里去 这两人是 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相 顾新米的 我们就猜了 犹大和希拉 他们也要亲口 诉说这些事 因为 圣灵和我们 定义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 我也有几件事 是不可少的 就是 境界 寄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 生殊和奸淫 这几件事 你们若能自己 境界不犯 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好 最后 30到35 他们既奉了差遣 就下安提阿去 狙击众人 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 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拉 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 劝勉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 打发他们 平平安安地回到 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但保罗和巴纳巴 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 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历史 教会一个成长的历史 碰到的一些的挑战 我就给今天我们的信息呢 两个标题 第一是安提阿犹太人 和耶路撒冷的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有少数的 少数 圣经是记载几个 所以是少数 我就用少数 对外邦人的挑战 第二个 耶路撒冷的会议和决定 首先呢 里面有两个人 有发言 是一个彼得的信息 跟雅各的信息 如果你看了整个 刚才我们所念的呢 你可以说今天呢 整个故事 是这样的流程 那首先呢 他们这个挑战 我们看看 安提阿犹太人 跟法利塞人的挑战 是什么呢 安提阿犹太人 和法利塞人 少数对教会 外邦人的挑战 那他们的挑战 是什么呢 他们是有几个人 他们是说 他们这些外邦人 信了耶稣 如果不守摩西 调规 受割礼 就不能得救 第五节 今天的经文里面呢 是一些在 耶路撒冷的法利塞人 也是有同样的看见 所以我们有两个地方 首先我们要记得说 这个问题呢 是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出现的 他们呢 就派了巴拿巴 跟保罗 跟几个人呢 去耶路撒冷 去问到底什么事情 当他们在 耶路撒冷讨论 这件事情的话呢 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呢 有一些法利塞人呢 也是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这些外邦人呢 还是要行割礼的 遵守摩西的律法 那我这里就很简单的 写到割礼是什么呢 割礼是切除男性 包皮的手术 割包皮 这个持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切割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像我们中国人 可能就是很少的 如果是传统的中国人 我们就这样说吧 就很少的听到 可是我在菲律宾长大呢 菲律宾是天主教的 我家呢 很小就有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是 他们自己盖的吗 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个是从圣经里面 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是要亚伯拉罕的后仪 都受割礼 一个仪式 就是说能够分得出 是亚伯拉罕的后仪 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 他们看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 祖先 OK 所以呢 他们就属于亚伯拉罕的人 所以犹太人呢 是有行这个礼 可以说是这个传统的 犹太人是有这个传统 可是外邦人呢 他们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人 他们没有这个传统的 没有这个传统 或许这个整个概念就没有的 所以呢 有一些的犹太人 不是全部 有一些的犹太人 有一些的法利赛人 信了耶稣的人 觉得呢 这些外邦人 还是要遵循摩西的律法 这些其实就是 他们是 在某一方面是说呢 外邦人呢 要变成犹太人 才可以信耶稣 因为耶稣 可以说是在 从犹太教里面 出来的 所以你要先变 我们自己的人 才可以信这个 所以你怎么变自己的人 你就要照着我们的风足了 所以他们就在 吵这件事情 吵得蛮严重的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字没有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礼 就不能得救 这个是讲到 一个人的救恩 到底你有没有 接受信耶稣 就是可以看到 你愿不愿意 遵循这摩西的律法 特别受割礼 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是闹得很大的 OK 我们今天可能在 圣经里面这样 稍微谈一谈 好像只是一件事情 这个是 你是信徒 还是不信徒 这个一个很大的 区别来的 那我们就继续的 看下去 他们就请了 巴拿巴 跟保罗 去那边 他们也拆派 会冲的几个人 去 请大家可能 要注意一下 他们去的时候 请了巴拿巴 跟保罗 去呢 回来的时候呢 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呢 不单只是拆 巴拿巴 跟保罗 回去呢 他们也拆了 自己的两个人 回去的 所以在教会 历史里面呢 在处理事情呢 就是有见证人 是非常非常的 重要来的 这个是按照 圣经的规矩 那我们就接下去看 那他们吵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刚才 今天的经文里面 就看到两个人发言 第一个人发言 就是彼得的信息 彼得的信息呢 是七节到十一节 五节的圣经 弟兄姐妹 五节的圣经 他在这个五节的圣经里面呢 他就 他强调一点什么 我们得救 是因着信 不是因着遵行 摩西的律法 不是割礼 第七节 他一开始讲的时候的话 他就讲到说 外邦人从他口中 听到这个福音之道的话 而且信了 是带着信心 第二点 他就接着说 他们这些人信了之后呢 神呢 是接纳他们 赐圣灵给他们 跟赐圣灵给他 彼得 是一样的 彼得是 耶稣的门徒 可以说是大门徒 彼得也是这样子 得到圣灵 这些人 外邦人也是照样 得到圣灵 同样的 第九节又写了 又借着信 不是借着别的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洁净了他们的心 我们知道洁净了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 最被赦免 那最后一点 在十一节里面 他们说 我们得救乃是 主耶稣的恩和 他们一样 就是我们所信的 也是因着信 彼得在五节的经文里面呢 四节呢 可以说是五句话里面 四句话呢 都是写着 强调着因着信的 所以这个给 这个犹太人 就是少数的犹太人 少数的法利撒人呢 清楚 因为他们强调的 刚才我说了 他们强调的 是受割礼 你们要遵行 墨西的律法 才能够得救 而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 这个是彼得的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的 接下来我们看 雅各的信息啊 雅各的信息呢 可以说是 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到的 他们是觉得说 这个福音呢 是神要给我们犹太人的 你们是外邦人 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 你们是比较低级的 所以嘛 如果你们要信呢 你们要先变成犹太人 可是呢 雅各的信息里面 你会看呢 他是强调呢 福音是给外邦人 也是给外邦人的 不只是给犹太人 如果只是给犹太人 你要先变成犹太人 你才能够有这个福音 可是雅各的信息 是强调这个福音 也是给外邦人的 那这个雅各的信息里面呢 可能可以说是有七节 七节的圣经里面呢 讲的七句话呢 他是三句话里面呢 是很清楚的说 这个福音呢 也是同样给外邦人 他在第十四节 他就说 方才西门 这个就是彼得 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选举百姓 归下自己的名下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 他说 不是借着你们犹太人的 神自己接纳他们 眷顾外邦人 第二段的经文 是在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他是讲到说 叫圣女的人 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所以这个福音呢 也是给外邦人的 不只是给你们犹太人的 最后在第十九节 不单只是这样 他又讲了 所以据我的意见 我们不可难为 那归附神的外邦人 接下来就说 我们只要写信给他们 吩咐他们 既借偶像的污秽和奸淫 并乐死的牲畜和血 等于下我们就会讨论这件事情 这个是雅各的信息 福音呢 不只是给犹太人 福音也是有给外邦人的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福音没有说是垄断 给犹太人 他这个信息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这两个使徒们呢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 就是呢 我们呢 不要将我们的祖宗 所不能付的恶 就是做不到的事情呢 放在这些门徒 这些外邦人的事情上 我们不要围谈他们 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我们为什么要叫 这些外邦人去做 同样的第十九节 刚才我们刚刚念了 就是说 据我的意见 这个就是雅各所说的 我们不可难为 那归附神的外邦人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看到这两个使徒呢 他们所讲的信息 就是第一 你信不是靠着 你行为去得救的 是因为你信 信什么呢 上次我们就说了 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信耶稣为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面 信耶稣三天之后复活 而我们接受耶稣的人呢 就能够因信耶稣呢 被称立我们的罪被赦免 那接下来他就说 只要写信 分布他们 境界 偶像的污秽和 奸淫 并乐死的牲畜 或许我先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乐死的牲畜和血呢 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习惯 可是可能不知道 那个含义是什么 就是在这些动物 我们要吃的动物里面呢 圣经是有这样说呢 就是我们人呢 就是说犹太人呢 是不可以吃血 就是动物的血 因为血是代表生命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乐死的牲畜和血 为什么这两个智慧碰在一起 是不是两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件事情的 因为一个动物死了之后呢 我们知道我们人呢 跟动物是一样的 我们是靠着心跳 我们心跳的动作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血呢 循环 可是我们的心一停呢 血还循不循环呢 不循环了 血就开始凝固了 哇 血凝固了之后呢 这些血去了哪里啊 就在我们的肉里面了 所以他们就境界呢 吃这个乐死的牲畜里面 如果是这个牲畜是乐死呢 它的肉是带血了 所以这个最主要呢 还是讲到这个血 代表生命的意思 即使放血的牲畜 还是有血的 那中国人如果在家里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 我小的时候家里买的 有时候父母也是买这个 生的鸭啦 生的鸡啦 所以要自己杀啦 自己杀的时候呢 都是也是在喉咙里面 这样隔一下放血 放血是这样 那我不知道 这个中国还是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是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说是福建人吧 应该是 也是有这样的习惯 可是呢 南方人是吃这个血的 所以我在想 中国应该是大部分 都是有吃这个血的习惯 那为什么圣经这么说 讲到这个血 因为血是代表生命 一个动物 人 没有血的话 这个就是没有生命 所以圣经是有 有血这一点的 那寄戒偶像的污秽 是什么意思呢 寄戒偶像的食物 就是说不要去吃 寄过偶像的东西 寄过拜过佛的东西 拜过佛啊 还是别的宗教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呢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第十章呢 都可以说是有差不多两章 很完整的 讲到这个寄偶像的食物 后来就讲回来了 那这个奸淫是什么呢 奸淫就是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是婚外情 圣经标准的就是一夫一妻 所以在选执式啊 卷教会里面的长老里面的话 圣经是很清楚的说 要一夫一妻的制度 那我们知道外邦人 就是说我们现在回来到这个 就是说他们要求外邦人 只是做一些什么东西 不需要摸西的规律 立法 说进阶吃寄过偶像的食物 血跟这个奸淫 奸淫的行为 我们就跳进这个第二个问题 把他读一读 李他才是个生基督徒 昨天在上市看到他买猪血 维加多彩 然后朋友问他 是否身份得去 你对人不懂回答 我知道呢 有一些基督徒呢 也是有吃血的 通常吃血都是猪虹 像刚才他说的打火锅这样 我在想首先呢 这个我自己没吃 也不喜欢吃 也没有打算吃 这个只是我自己 不是标准来的 这个也并不代表说 我比你们更圣洁 没有这回事的 如果你看整本圣经的话呢 他讲到能不能吃血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过几次 多过五次还是少过五次 少过五次 那圣经里面叫你们彼此相爱 多过五次还是少过五次 所以这个并不代表说 是比较圣洁还是比较不圣洁 就是刚才已经根据 米德跟雅各 他们结论就是 德就是平贯 是没有信耶 基督这个恩典 基督这个恩典 而不是根据米德 外在行为 有没有什么 学律法 包括 要不要可不可以吃血 我想补充一下 比如说我妈妈 刚刚信主的时候呢 她就 肯定圣经 肯定没读过一遍了 然后更没有看过这些 但是教会里面 就会有人提醒她说 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做的 至少会提醒一下 但是他们也不会说 很强制说 你吃了这个你就不行了 但是就是会有人 会有善意的提醒 谢谢啊 我这个问题是特意的 比较tricky 所以我们得救是因着信 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对不对 或许得救的当中的里面 有一些人是犯奸淫的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在彼得的信息里面 就是看到这些外邦人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背景 可是有一件 我们很清楚的 这些外邦人 他们的习惯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不然就不会有 我们今天的这个 第15章了 那同样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 我换了一个字 隔壁的李太太 是个老基督徒 你们的回应是什么 老基督徒 不是新基督徒 我想当时候 他说这个 经济这个拜偶山 这些东西 因为他在前任 他说这个 需要拜偶山和去学 以前 他之前就有说 天宁的 不可以见宁 我们不谈这个 讲个见宁的 只是讲这个 拜偶山跟学 他说这个呢 不是因为这个 得救不得救的 但是这两个呢 是出入这个爱心 因为当时候 如果他们是 因为他们文化上的不同 有些人他们 因为他们的传统 是不做这些 但是外伴 他们觉得没问题 所以做这些 但是如果这些外伴 他们继续做的话 就变成这个外伴 跟这个土台呢 他们就会有 文化上的冲突 就变成了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的要求外伴 也这样说 所以希望他们 可以平有爱心 去这样做 刚才说了 圣经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 如果你回去看的话 第八章跟第十章 他讲到一点 就是说 食物不能够说 我吃了这个食物 我就更洁净 不吃 我就更圣洁 圣经里面 讲到吃这个血 在新约里面 最多五次 最多最多 可是讲到爱心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 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 重要的事情 看重要 不太重要的事情 不要去看到 太重要 那就讲到 彼此的爱心 我们做基督徒 不单只是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吃的东西 不能够让我们 肥一半 还是瘦一半 还是有益 但是我们做 每一件事情 我们要顾到 我们身边的人 身边的信徒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回来这个第一个问题 那今天在北美的教会 好像比较少提到 境界吃 记偶像和血 那我应该如何 其实就回答 今天在教会里面 总共来讲 是比较少提到 这件事情的 那应该是 怎么去做 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在北美 我们刚才就说了 我们在美国 因为它这个是 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国家 总共来讲 所以它这个 整个文化里面 是比较没有 这一类的事情的 他们很少碰到 因为这个不在 他们的文化里面 犹太人 为什么那时候 跟外邦人 会提到这件事情呢 这个idea呢 是在犹太人里面呢 是一个很清楚的idea 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来的 而外邦人呢 是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呢 在北美呢 少提到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 在它整个文化里面 是没有这件事情来的 可是圣经是有 很清楚的教导 关于这三件事情 虽然他提到四件事情啊 就是说 记偶像的食物 奸淫 跟这个 乐死的牲畜和血 乐死的牲畜和血呢 其实是一件事情来的 就是讲到血的事情来 所以其实是三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们就写了一封信 一封信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结束呢 就是他们 敬奉了差遣 就下去 就是回去了 回去了安提亚教会里面 召集众人将这封信呢 念给大家听 听到的人呢 都心里面欢喜 那犹大跟希腊呢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 也派了他们两个的 教会里面的弟兄 去到安提亚说 是的 我们教会是有这样的讨论 去见证这件事情 他们也是留在那边 安提亚一些的时间 劝勉弟兄 最后就讲到 他们回去耶路撒冷 而巴纳巴跟保罗 就继续了留在 安提亚那边生活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 今天的题目是 接纳别人 其实呢 如果你在教会的 生活里面呢 你会碰到 有一些不同 教会的中派等等 那教会的中派里面呢 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呢 觉得不可以吃猪肉的 那你听到这个 会有什么反应 我感觉到 我听过今天的讲座吧 我有一个感觉 我感觉到 神的爱是博大了 对任何人 你只要信 你只要诚心的信 所以你不管你吃什么 但是你想那个 就是说那个奸言 那是不容易 是吧 但是在以前 你犯了 但是你看到圣经 以后 你不再犯这个错误 神也是接纳了 我的感觉就是 神的爱是博大了 那我就说 我通常会怎么做吧 我通常呢 如果接到一些不同的 教会的人 可能不同的中派呢 他们可能有一些 不同的习惯呢 我呢 通常是中性的 首先是中性的 可是呢 我会去查看 那个中派的信仰 基要真理 他的基要真理 到底他们是信什么 你听到这个人 不做这个 还是做那个 我们要知道 他们的教会的信仰 是不是 他去的教会 是不是纯正的 他们是不是看圣经 比较普遍的 一个中派呢 是比较多条规 可是呢 在福音派里面 是纯正的 就是这个 门诺派 是Mennonite 他们也是有一些的条规 如果你是Mennonite 去看的话呢 他们呢 是纯正的信仰 所以呢 我们对我们的 基要真理呢 要抓得准 例如说 你去 Vacation 你去度假 你去度假 你的旅馆旁边 是一个教会 今天的星期天 我也去 隔壁这个 方便嘛 隔壁教会 那你就搭进去 这个是对 还是不对呢 你知道这个 这个教会的信仰 是什么吗 今天 Internet很方便 我们就很简单的 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 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是一个很重要 还有这个 基要真理 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主日学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请Anthony 为我们做结束导播 好不好 主要在今天的党上 感谢你 那我们透过圣经上 我们看到 我们是接纳 每一个的 只要我们是 真心的上心理 然后我们都可以 成为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你 因为 首先是你接纳 我们 然后 就让我们学习 只要去接纳其他人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 一个继续的生活 要我们真正的成为 一个弟兄姊妹 要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这人 在主里面 我们都是 我们可以得了 这个作用的 这个作用 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就会到 等一下我们有 平凡的时间 就让我们在 一个崇拜里面 我们可以 同心与你的 去敬拜里 我们老大是 奉祝耶稣基督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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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